进行808病点脱毛移的操作 那么仪器的安装完脚踏开关还有电源线 包括我们的手机以后呢 现在我们进行开机 开机键在电源线的后面是有黑色的按钮的开关 第二个开关的话是我们看到仪器机身右边有个钥匙 第二个开关 第三个开关的话是我们的这个前面的一个紧急机屏按钮 也就是仪器开机的话是有三个开关 但是我们平时的话只用到后面的一个开关就可以了 这两个是不用动的 然后一期开机界面以后呢 会出现一个中国国旗或英国国旗 也就是说是代表着不同的语言 一般我们操作是选择中文的界面去操作 然后它们出现一个安全提示 我们来看一下 第一使用前请仔细阅读词说明书 因为它会有一些安全的隐混在里面 所以说便于我们更好的去操作 大家的话可以简单的看一下 其实说到的就是手具是否清洁 脱毛的时候毛发是否要刮的 干净或者说要配合什么产品去使用 然后结束以后我们要把功能头进行消洁 进行清洁 是对我们激光器的保护 包括对我们操作一个安全的保护 然后我们看完以后选一个我知道了 然后下面进入到我们的治疗的一个界面 我们首先看到上面的话会出现一个温度计的标志 那么这个温度计代表的是我们仪器的一个温度 也就是说仪器如果说高于30度 比如说夏天特别炎热的时候 室内温度特别高 高过30度的时候仪器是不能激光器 它是一个自我保护的功能 它如果说超过30度的话仪器是不发光的 然后我们来看能量的调节 能量的话我们可以看 最小的是6 最大的话可以增加到很大 但是没有发现 比如说现在麦宽是45 我的能量最高能调到22 如果这个时候要想把你的能量再继续往上调 你必须要把麦宽加大以后再调到能量 也就是说同样的麦宽 它控制着最高的能量 这是对我们皮肤的一种保护 也是对激光器的一种保护 我们来看 那么这个是一使用的时间 这是皮肤的类型 像我们刚开始 如果说店里不是在很熟悉的情况下 可以选择一个默认的 那比如说这个顾客的皮肤 它是属于这种 有点浅棕色的这种肤色 我们可以选择一个皮肤的类型 那么它的毛发呢是属于黑色的 你可以选择一个浅棕色的皮肤 黑色的毛发 下一步 那么预期就会给到一个默认的这个能量 就给你一个参考值 可以去给顾客操作 这是指我们前期在不是很了解的行动下 那么如果说我们对一气的能量掌握的足够好的话 我们这个能量的话是可以由自己去掌握的 一般的话是从16起条 就是毛发的那个初始的那个指 一般使用是16起条 然后频率我们来看 频率的话指的就是相同的时间 它发光的次数 频率是1的话它就打点式的 2345678910 指的就是滑动式的 这发光的频率特别的快 冰点它就制了 如果说皮肤比较白的 然后毛发呢 就是这种浅宗的 你看它出来的这个能量的话 我们可以看一下 就稍微大一点 也就是说毛发越黑的话 吸收光越多 能量就要越小 毛发越白的话 吸收光越少 你的能量就可以比它大一点 好 那我们来现在 现在它可以开始进行操作